美股市场上演散户抱团 调打美国空投机构的逆袭神话 威震华尔街还有全球股市 昨天我们提到 他们把GameStop GME从3美元一路拉到超过400美元 风光一时无两 而痛打对冲基金的好戏 也让全球吃瓜群众是看得目瞪口呆 那这场世纪逼空大战呢 让号称华尔街赌场的Wall Street Bets一阵成名 在报道最新发展之前 我们就先给大家整理一下 过去几天散户抱团和华尔街大鳄 过招的这个精彩情节 美国时间1月27号开始的时候 那散户除了继续集体追捧GameStop 让全天呢 他们也不断的扩大集体行动 把目标也锁定在一些 被空投机构追击的目标个股身上 因此连锁电影院线AMC 服装零售商Express等等呢 也都被散户是炒起到两到四倍 那就在美国散户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呢 隔天华尔街就来一场大反击了 但华尔街的反击却竟然是 把网线啊 删除股票代码 感觉上就是 我打不赢你 我就直接翻台 不让你们玩了 用我们这边比较草根的用词就是 玩臭 美国时间1月28号 华尔街大鳄门呢 就露出真面目上演了极具戏剧性的续集 华尔街的复仇 那就是呢 重重反击袭击他们的抱团散户 28号开盘之后呢 美国散户大本营 Wallstreetbets的服务器 突然就遭到封杀 当机10分钟 另外呢 被称为散户大本营的 这个零佣金的在线股票交易平台 Robinhood呢 直接关闭了GME 也就是GameStop的这个股票代号 AMC还有诺基亚等等股票的买卖 也就是说我不让你买了 你只能够卖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没有办法继续逼空我 那随后呢 美国最大在股票 这个最大的在线股票交易平台之一的 这个盈透证券呢 也限制了GME 还有相关热门股的股票 还有期权交易 那股票代码被删除 还被直接就扒网线不让交易 一时之间舆论是炸开了锅 但是散户们愤怒却又无可奈何 就这样啊 美国散户的交易通道全部都被封死了 直接就导致GME AMC院线等等的散户抱团股是集体重挫 美股开盘之后呢 GME的股价是一度暴跌24% 随后呢 虽然暴力拉升 期间多次出发熔断 一度飙涨到483美元 创历史新高 但是接着又快速的跳水 熔断次数多达17次 截至收盘 GME是大跌了44.29% 其他散户抱团股 包括AMC跟Express呢 收跌超过50% 黑莓也收跌大约40% 那在一轮玩臭之后 华尔街大鳄他们终于成功给抱团散户重重一击 抱团散户呢 只能够气得渣渣跳啊 但是来到29号 也就是昨天 在各种压力之下呢 各家在线股票交易平台 他们不得不或多或少的解除了对GME等等几只股票的交易限制 那在买入限制基本解除之后呢 现在轮到美国散户们他们吹响了复仇的号角 华尔街赌场社区的美股散户就高喊市场开盘前将会迎来反弹 叫大家准备就绪准备好买入了 那美股开盘之后呢 市场资金是火力全开 对GME AMC等等的个股进行暴力扫货 强势收复了前一个交易月的跌幅 结果GME的股价在29号开盘几分钟 就飙升了113%到413.98美元 触及了熔断点而停牌 截至收盘的时候呢 GME整天是暴涨了67.9% AMC是涨了53.6% Express涨了超过27% 盘中呢 GME还一度触发了熔断这个链 零时还停牌了 那这场美国散户对了华尔街大鳄的世纪之战戏码 在几天内是高潮迭起 剧情还精彩过肥皂剧啊 各股票平台限制散户买卖几个特定股的举动呢 被一些媒体还有政治人物大肆抨击 在Robinhood等多个在线股票交易平台 限制GME等多只股票的买卖后 新进网红散户投资者 也是美国体育网站Barsdor Sports的创办人波特诺伊 在接受CBC访问时表示 华尔街被逼急了的操作 彻底打碎了美国人一直鼓吹的交易自由 当我赚钱的时候 这个交易便是自由的 当我亏了 那么不好意思 不让你玩了 面对来自散户和网民的压力 甚至被指是对冲基金对抗散户的帮凶 美国零佣金股票交易平台Robinhood 严正否认指责 该平台执行长表示 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公司和客户们 所以才不得不限制购买这些股票 除了股票交易平台Robinhood出来澄清之外 早前带头放空G&E的做空机构 Citron Research也宣布投降 在受到许多网民攻击之后 他的创办人莱夫特被逼在推特上宣布 将终止已经有20年历史的放空研究服务 日后将专注于研究个人投资者的做多机会 那这一轮散户抱团 调打空投机构 让老牌的空投集团Citron Research认输投降之后 美国散户们现在他们正在集体声讨 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华尔街的帮凶 也就是在线股票交易平台罗宾汉 那再说到Robinhood罗宾汉 他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散户炒股大本营 罗宾汉成立自于2013年 在2015年的时候正式推出手机应用程序 那在机构投资者主导美国股市的大环境之下 罗宾汉自称以金融民主化为使命 成为免用金炒股的先驱 截至2020年的5月份 罗宾汉拥有1300万个账户 常见账户规模从1000美元到5000美元不等 散户体量是非常庞大的 但这一次对GME等股票 只允许卖出不允许买入的举动 就彻底惹怒了美国散户和投资圈 罗宾汉的应用评分也因此跌到谷底 甚至引起了监管层的重点关注 将会面临集体诉讼 美国各地散户对罗宾汉发起诉讼的理由是 罗宾汉限制交易 剥夺了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能力 并操纵了市场 导致用户蒙受损失 违反了客户协议 也违反了金融行业规则 目前全国就是美国各州的司法部门 已经开始对罗宾汉这一类的 在线的股票交易平台 还有这个卷入GME股票交易的机构启动调查了